注意了 新角色古董商技能大削弱 顾炎福那个古董商削弱的特别厉害啊 他那个扫式轮式点次 就是他那个左扫右扫和往后击退监管者的那个 判定范围缩小了10%啊 就是他的所有的技能都变了10% 然后受击退的监管者碰到障碍物眩云1.2秒 以前是1.5秒 现在变成了1.2秒 所以说削带还是挺强的 而且你看他这个监管者在被古董商指割之后 周围如果有一二三名的雄指啊 他的指割时间调整为了5秒2秒1秒 以前是6秒起步 现在是1秒起步 这一下的话真的是特别的那个什么 相当于你的那个让监管者不能攻击 基本上就没什么作用了 稍微两步就追上你了 而且施加指割的时间间隔小于1秒 才可以叠加指割 你要连续两次 叠加的指割时长为7秒3秒2秒1秒 因为你们可能还没玩过古董商 因为我之前在工业份体验过古董商 知道他这个指割到底有多重要 现在把这个指割上面给大大的削弱之后 这个古董商玩法就不那么快乐了 然后他的一个翻阅技能 你看消耗耐久度20% 20的话就好像之前大概也就是10%几的左右 不能再用钻石中断云门的落地动作 调整了这个翻阅的判定逻辑 不能再越过越南河公园的站台轨道 比如说从那个三站站台直接跳到那个滑梯上 里奥的回忆大楼的侧梯 那边也不能跳 天呐 红教堂带栏杆的窗户等地形都不能跳了 那就少了很多快乐 而且他的一个放满速度 你看降到了5% 然后监管着被砸运的恢复速度改为了5% 以前都是10% 相当于直接削了一半这边 还有一个就是额外增加了开门速度降低30%的效果 所以这样古董商来看的话 没有那么强了 没有活出木炎服 但是也能玩 可能到征服的话 也能玩就是没有那么强了 改的特别多 学的特别的多